秦国在多次越地攻击失利之后 终于是明白 虽然自己凭借多年经营 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者 但要想轻易地撼动 几百年所形成的地缘格局 也并非易事 针对之前几场战役失败的教训 秦国反思之后 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 总结下来 就是四个字 远交进攻 远交的战略目的 是为了保证秦国正面的对手 很难再从他们的后方得到支援 至于远交的盟国 能不能与秦国共同包夹对手 秦国倒并不在意 而所谓的进攻呢 主要指的就是韩卫两国 因此在燕羽之战失败后 略作休整的秦国 很快就把目标 放在了最近的河东之地 并对该地区的 韩卫两国的据点 西数竖秦 接下来秦国要做的 就是拿下横根在河东之地 与河北平原之间的上挡高地 只要攻下了这块高地 整个三晋在华北平原的控制区 都将在秦国的腐尸之下了 到那个时候 对于掌握了地缘优势的秦国来说 怎么出牌 就不用太顾忌三晋的反应了 而仅仅从地理结构上来看 秦国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其难度要远大于 说服韩卫两国 在河东之地所残存的据点 至此 战国史上最著名 也最残酷的长平之战 拉开了序幕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上挡这个地区 从时期控制来说 上挡高地的控制权 还是在韩卫两国手中 尤其是韩国控制的 上挡高地腐地的 几个河谷盆地 如果秦国想在上挡高地 有所作为的话 那么这几个战略基地 是一定要拿下的 从地理条件和位置来看 位置偏北的长治盆地 无疑是秦国最需要夺取的战略要敌 韩国所设置的上挡军 以及后世上挡军的军制 也都是在这个盆地中 更为重要的是 占据了长治盆地 也就等于是对邯郸 构成了直接威胁 即使是秦军不去攻击邯郸 而依旧由小汉通道 或只关心攻击韩国两国 照顾在自己侧翼 完全暴露在秦军面前时 也不敢再亲力相救了 不过 尽管只取长治盆地的想法 十分诱人 但秦人想要做到这一点 却存在很大的难度 首先 长治盆地 处在上挡高地的核心区 与秦人所控制的 灵魂盆地之间 存在了东西纵深 近300里的山地 即穿越了距离和难度 甚至要高于穿越太行山脉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从灵魂盆地的 东边缘行驱 一直到长治盆地的西边缘之前 是没有一个 可供战略支撑的补给地的 假如你只是像 燕羽之战那样 战术齐袭一个诚意的话 那么这两三百里的山路 还是可以克服的 但鉴于长治盆地的地缘潜力 以及韩国在此经营日久的情况 秦国如果直接攻击长治盆地的话 将会面临一场拉锥战 在这种情况下 这条艰险的补给线 就显得非常脆弱了 就算对手不试图将其卸断 秦军也要付出 数倍于对手的力气 在韩国地缘结构中的重要性 如果秦军直接攻击长治盆地的话 韩国人觉得自己守不住了 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 向照顾球员的 那么到时候 韩国势必会得到 照顾从太原盆地 或者河北平原两个方向的支援 既然只取长治盆地的方案 在战术上存在很大的风险 那么为了保险期间 对上党高地势在必得的情人 就可以考虑 先行攻击上党高地辅地的 另外两个河谷盆地 即以阳城为中心的浸水谷地 可以精神为中心的精神盆地 然后再图谋长治盆地 及整个上党高地 事实上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 即如果秦军取得了 这两个南部战略基地 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 通过政治军事手段 逼迫韩国 放弃已成为非地的长治盆地 而从地缘解雇上来看 如果秦国从上党高地南部着手 还可以避开赵国的控制区 从而 可以直接对付实力较弱的韩国 尽管从南线攻击上党高地 有着诸多优势 但对于秦国来说 仍然存在一个和北线作战 同样的技术问题 那就是 如果秦人想从临分盆地 只取清水谷地的话 他们在山地中穿行的距离 并不比攻击长治盆地要少 也就是说 秦国仍然有可能 会泄露一场补给艰难的拉锯战中 秦人如果决心要拿下上党地区的话 还得重新规划一条路线 能够绕开漫长的山路 并让自己的军事优势 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最终 秦人找到了这么一条战术路线 那就是 从河东地区出发 经由直观行 到达南洋之地 并借助南洋之地为跳板 北上东区 以静城为中心的静城盆地 在这条路线上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南洋之地是必经之地 而多年来 南洋之地最有战略意义的部分 都是被韩国所掌控 韩国在南洋之地的地缘核心 就是在清淡凉水交汇出的野王 之所以说 这一地区具有战略意义 是因为 这里除了能够控制直观行以外 更能控制路上党高地的太航行 当然 当秦国决定通过南洋之地 供取上党时 弱小的韩国 想再把守这块要地 已经没有可能了 有人可能会问了 秦国进军南洋之地 隔壁的魏国难道不出手 纯王齿寒的道理都不懂吗 魏国当然懂 只不过此时呢 秦国通过外交途径 警告过魏国 并在承诺将来会给魏国一点甜头的情况下 本该以韩国人并肩作战的魏国人 有欲了 面对强大的秦国 不知道魏国是出于贪心 还是畏惧 又或者呢 两者皆有 总之 魏国这次选择了沉默 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 经过几次战役之后 韩国的野王翼 最终呢 陷于秦军之手 有了以野王为核心的战略基地 秦军在他航行一线的攻击 将会更有韧性 并且在与韩国的消耗战中 占据优势 而在实际的操作中 已经控制了河东南洋之地的秦军 更可以兵分两路 同时对清水谷底 及大水中山游的 净城盆地发动攻击 这样的话 在两年受敌的情况下 已经成为孤军的上党军 韩国首军 就是想抵抗 也坚持不了多久 最终 由河东之地向东攻击的秦军 供取了清水岸边的端士翼 获得了东路净城盆地 拿取清水谷底的支撑点 而向北突破太行行的秦军 也突破了净城盆地的腹地 将韩国高都一所控制的区域 变成了自己前进的跳板 也就是说 秦军在这一波的进攻中 控制了清水谷底的腹地 以及净城盆地的南部地区 如果按照大的地缘板块划分 势头震慎的秦人 应该能够在这次攻击中 占据整个净城盆地 而韩国的上党军首军 如果要继续抵抗的话 应当退至长治净城两盆地的分水领处 以准备第二阶段的抵抗 问题是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由于净城盆地本身的地理结构 就比较复杂 韩国人在退至净城盆地的北部时 就已经可以依托地形 部署他们的第二道防线了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上党首军 所要思考的 已经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了 更多的 还是政治归属的问题 一般认为 韩国在丧失了野王这个中原据点之后 就做出了放弃上党高地的决定 其实想想也能理解 上党高地 虽然在地理结构上 有很强的防御能力 但在地缘潜力上却很弱 由于秦国通过占领野王翼 切断了上党与中原的联系 在得不到中原的核心区支援的情况下 仅凭上党高地的资源 是很难在与秦国的十九战争取胜的 既然地处中原的韩国贵族们 决定丢居保率 那么留在上党的军民 如果不想归属秦国的话 就必须选择新的接纳国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 能够接纳上党区 并与秦国对抗的国家 就只有魏赵两国 魏国肯定就不用指望了 魏人如果想出手的话 早在南洋之地 就与韩国人并肩作战了 现在 唯一需要上党高地的 就剩下个赵国 上党高地对于赵国的重要性 在燕羽之战中 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如果上党高地 特别是他的核心区 长治盆地归属了秦国 那么最受其害的 就是赵国了 因此从战略上来看 赵国非常需要控制上党高地 但问题是 如果赵国决定接触上党高地 所生于的土地的话 就势必会被推制抗井的第一线 而面对秦国这个超级大国 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出头鸟 将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有鉴于此 赵国内部 也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论 最终 被秦国切割东西国土 并直接威胁邯淡的威胁 还是让赵国决定 趁韩国的上党居民 仍在进城盆地的北部 组织抵抗时 接触韩国的上党军 自此 韩国在进城盆地北部的宣誓仪 成为赵国对抗秦国的第一线 而惨烈至极的 秦兆长平之战 也就此 签定了主战场 现在 秦兆双方都已经入场了 接下来战役 将会如何展开 将会是我们下一期 要讲解的内容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大家多多点赞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